大家好,我是打野小伙伴的郑奇谣 今天我要讲的公司是沙漫服饰店 在高屋村的城市正中央有开一间沙漫服饰店 玩九小姐盯着出窗看 哇,好漂亮喔 来好好打扮一下吧 G.O. 我要跟我好久不见的好朋友一起去吃饭 我要穿一件漂亮的衣服 这样子啦 那你看这件怎么样呢 你看这件怎么样呢 哇,好漂亮喔 第二位是朱先生 表面又适合做护工的衣服呢 这样子啦 那你看这件怎么样呢 哇,好适合你 也有朱小弟的尺寸喔 第三位是护理小姐 又不适合变魔术的衣服呢 这样子啦 那你看这件怎么样呢 第五位是猴子 她要去摇滚演唱会 她要去摇滚演唱会 有没有滑丽一点的洋装 有没有滑丽一点的衣服呢 她就拿了 三毛小姐 就拿了一大碟的衣服给护子 这样子啊,你看 这样子 这样很搭吧 第六位是猴子 还要去参加生日派对 有没有适合 有没有适合可爱一点的洋装 跟这样子啊 谢谢大家 我的故事讲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